晚上还有轻微的发烧 但其实不止陈时中 有夜市球王之称的网球选手曾俊新 他施打过后感觉同样是有点酸痛 手臂使不上力 指挥中心就公布开打首日 总共是有1578个人施打 通报系统当中 还有一名的北部医护发烧 对医护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 指挥中心似乎还没能全数掌握 就有一些紧绷有一些不舒服 22号才跟苏贞昌一起打下全台第一针 陈时中自爆接种完AZ后有发烧反应 大概10点多 很低 大概37.1 然后到12点多的时候37.4 那今天早上起来就变36.4 不止陈时中就连代表台湾出征冬奥 网球选手曾俊新 上午接种完也出现肌肉酸痛 在打的时候又是 像他一样35家医院的医护人员 接种后陆续有出现反应 接诊室医师陈志津赶上第一批施打 表示第二天没有什么不是精神很好 注射部位没有红肿热痛 压下去才有一点点酸 结果调出更多医护人员回应 有人说自己烧的乱七八糟 还有医护说疯狂烧代表疫苗有效 已经施打将近100位的员工 没有少数也有发烧或是疼痛 但根据疾管署统计开打首日 已施打1578人 低顺位者施打率约1.5% 却只有北部一名医护通报出现 发烧不良反应 多少医护接种后身体不适 指挥中心显然也无法完全掌握 指挥中心指出施打AZ副作用 包含发烧 酸痛 倦怠等症状 发烧可以请假待在家 但是烧超过48个小时得尽速就医 国际间对于AZ疫苗仍然不看好 南非暂停接种后已转卖100万剂 给非洲14国 美国更有学者期盼将美国拿到的AZ疫苗 转卖给COVAX平台 持续让全世界包含台湾的接种者 新惊惊 记者综合报道